施政報告提出所有住宅物業 和非住宅物業的按血乘數上限 劃一是七成 住宅物業的供款和入息比率上限 劃一為五成 在作出這個決定的時候 我們參考了一籃子的因素 我們認為現時銀行體系穩定 按血服務貸款的風險 也得到妥善的管理 因此有空間 將措施回復到2009年 開始實施逆周期措施之前的水平 以減低對市民正常樓宇買賣活動的影響 事實上香港的銀行體系 是有充裕的緩衝 能夠應對萬一樓價出現調整的時候的情況 未來三至勝一年 那個一手樓供應 喜好的加上樓花加上建築的 大概都有大約10萬8千個單位左右 這個時候就換句話說 未來的供應也都比較充足一些 樓價那方面就好像剛才所說 從2021年9月開始調整 調整了大概20幾個百分之下 現在我們看到近期來說 樓價是趨向穩定的 隨著美國開始減息 香港又開始減息 就是金融的狀況 以前比較偏僅的情況會舒緩一些 所以我們把這些限制拿走 希望讓市民如果想買一間樓 自用也好 出租也好 恢復回到一個正常市場情況的水平 可以這麼說 亦都同時間對於後市來說 亦都通過這樣做 希望讓大家有一個 比較正面一些的預期 按照的搜狀… dass Spieler elect隔壁 都馬克遜了 還不及情攻門 door走了 不及石户 嬉得這個技巧 她今天 chyba可以這麼做 不行